這是誰家的小可愛呀 真可愛 我是李萱來自台灣 以前我總共在課本上面看到 今天終於見到本人了 果然如同書上說的 非常的廣大泡汗 來到甘肅一定要來品嘗這邊的美食 還有要來夜遊黃河 不要錯過這邊的美景喔 你知道嗎 後面是什麼橋這裡 快看 那邊 那個就是中山橋啊 中山橋耶 它有一百一十多年的歷史 真的 它當時是跟德國和美國設計師 一起去做建立而成的 我來到黃河之後啊 我以為當中可能會非常炎熱 可能會當時像我們去新疆一樣 就當年暴曬什麼的 但是今天只要來到了在蘭州這邊 就是 只要有點陰涼的地方去感受 都會天氣很涼 但是稍微會有點乾燥啦 不能叫蘭州拉麵耶 就叫蘭州牛肉麵耶 不行 蘭州牛肉麵都不能說 一定要說牛肉麵 這樣別人會覺得你是外地來的 就是我今天剛剛學了一個詞喔 我跟你講它有毛系 有二系 有三系 可能像我的話我會比較喜歡吃 毛系再稍微再粗一點點 就毛系跟一系 毛系跟二系中間一點點吧 比毛系再粗一點點 那是多少戲呢 我今天光是來到第一天來到甘蘇 我跟你講我完全不後悔 所以我呼籲大家一定要來甘蘇玩好嗎